我们说到哪儿算哪儿 前面说完了几个比较凶的 所谓四大凶神 还有一个就是结财 结财 顾名思义 结你的财 你要是深入 也可以结别人的财 结什么财呢 结富济贫 交口气 那就有这个心性 有这个劲儿 所谓 深入 以结财为奇 这反而是好事 一凶一吉 画杀为吉 逢凶画吉 这些都是在一定条件 背景之下 他有好有坏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 可能会因获得福啊 可能被逼得无奈 然后你第一个站出来啊 显出你这个英雄气量 其实也是很苦的 也是不得已 而入良山 不得已 而造反 从建新王朝 那开国皇帝我们看都很英雾 而且很多都是文武双全 大人物 大起大落 富贵显龙雄啊 那搞不好 也就见雄了 那这个就看你命里有没有那个造化了 大的一个气韵 加上你个人的这个运化 你累生的福报 其实也所有的都显现在这个八个字当中 剩下的还能仅有限的一定 你自己再去调整运化 还有呢 这说了 劫财 相对于这都是天干 比如是甲乙 乙为劫财 那么乙就是以甲为劫财 同属性的 而且很多情况下 它 刚好就是异性 反而是有异性方面 你要注意 那么说了劫财 它地支所藏的那个叫羊刃 羊刃 就是掌身沐浴 关带灵关 帝王 帝王之位 羊刃是极其的 物极必反 到了帝王 最高点山峰 那么剩下来就下落 但这个在过程当中 你还是能够达到最高一个点 但是 也要看情况 比如深入就还可以 前面说了 帝直作王 可能你表现不出来 但是暗地里 洋人架煞 武将 这个很鸣 然后呢 阴的天干的洋人 是在 不在帝王 这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是在帝王 还有一个说是在私木户位 也就是灌带之位 比如说乙的洋人在陈 这个人很多人都不知道 都忽视了这门传承的说法 不信你去应应自己 会不会是这样的 还有呢 就比如说前面说了 呃 这个商官 但是反过来 他凶的 什么时候画急呢 那就是 你喜用的时候 啊 又能制化 那么你首先你这个心性 不受这个行冲迫害 那这个 时候就是好的 不然 就是应的不好的方面 动不动就 那就口舌之争 显个人之能 当你显得好的时候 那就是 无伤不齐 自古风流才子 又落到好下场 这个盖棺论定啊 就到最后 就商官的人也是 聪明不过商官 灵力不过欺杀 欺杀的人就是 因为他趋疾必须管 会躲嘛 商官是什么都不怕 啊 这一言一扬 也很好 那么就是 急的会化凶 凶的会化急 比如说两个 你这个甲乙 以为劫财 又合了这个煞 那么就会化急 两个凶的就会化急 先这么说 下节课